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戴着黑墨镜 紧抓着律师衣服不放 中研院长翁启会的妻子刘应里 走出地检署的时候不发抑郁 因为号顶弊案 检方二十号首度以证人的身份 传唤刘应里道案说明 结束一个多小时的证讯之后 将他请回 日前才刚从美国返台的中研院长翁启会 二十号也首度遭到检调传唤 检调更破天荒搜索中研院长办公室 和翁启会住家 搜索标定物包括 中研院癌症专利技术 运转之文件记录 记事与相关资金流向资料 及见识记录等得为证据之物 本案后续将朝刑法 变清罪方向争办 检调也再次约谈 号顶公司董事长张念慈 和财务经理张税芬 甚至以证人身份 找来润态集团总裁 银眼梁道案说明 因为检方正办号顶涉嫌内线交易案的时候 发现当年中研院将生计相关技术转给号顶 翁启会却隐匿他持有号顶股票 怀疑这股票来源不单纯 开始追查中研院和号顶公司 在计转过程中 有没有牵涉到利益关系 而经过初步侦讯之后 翁启会 张念慈和张税芬等三个人 被认定涉嫌背信罪 统统被列为被告 移送市林地检署复讯 一直询问到刚刚六点半 检察官认为翁启会设犯贪污背信等罪 但无羁押的必要 无保险回 限制出境 而号领董事长张念慈和财务经理张税芬 则是分别以新台币一百万元和五十万元交保 记者综合报道 NCC在101年开放有线电视 可以跨区经营 新业者可以加入竞争 在去年开始陆续有业者开台 也让价格战正式开打 过去二十年来 有线电视收市户 从一个月六百元逐渐降价 但目前收市费最低的限市 一个月至少也要五百元左右 去年开始有线电视新京业者纷纷开台 为了抢攻将近三百万的收市户 价格下沙 以竞争最激烈的台北市大同松山等区 新京业者推出每个月三百多元 也让现有业者不得不降价 新北市的价格战更是打得激烈 甚至有业者寄出一个月 只要两百五十元优惠半年 我们现在一年的收费是三千五百块 其他的系统业者都是在四百九十五块 我想这个价钱应该很清楚 一插就可以插到两百块 一年的话大概就反映大概两千四到三千块的一个价格 光我们频道授权费的话 一户的成本大概就要大概两百四十块到两百五十块 业者坦言开台初期以不符合成本的低价 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收市户 NCC表示对有限电视费率审核指定的上限 但对目前业者提供破盘价也表示忧心 担心这种非常偏离竞争的实际成本的这种促销价 能够能不能够持续 还是希望那个市场能够回复比较这个正常的状况 不过NCC认为目前低价竞争应该只是短期的促销 最终还是希望能够尽快建立有限电视分组付费的机制 让收市户能够有更多的选择权 记者陈淑君谢其文台北报道 根据国际研究发现 小朋友使用的矽胶奶嘴中含有可能致癌 以及导致不孕的成分 抽验国内外九件奶嘴发现都含有这种物质 不过食药署也表示 这种成分的含量非常低 民众不用恐慌 加上连郎满目的奶嘴是安抚婴幼儿很重要的工具 不过国外有研究发现 在矽胶奶嘴中含有的环状细氧丸可能有致癌风险 对家中有幼童的妈妈们来说 虽然有些担心 不过还是得用 食药署抽验国内外九件奶嘴 都发现含有环状细氧丸的成分 环状细氧丸中的D4、D5、D6 是属于环境荷尔蒙中的一种 在动物实验中除了致癌风险之外 也有干扰内分泌、不孕症 以及蓄积性肝肺准伤的风险 不过食药署表示 奶嘴中的环状细氧丸含量极低 世界卫生组织也没有列入致癌分级 民众不用恐慌 医师则表示 环状细氧丸依照国际研究 含量低人体可以代谢 究竟对人体有没有影响 还有待研究 消除表示 其实日常生活中的用品 都含有微量的环状细氧丸 但国际间尚未订定相关标准 如果有发现规范含量 将会找学者专家 一起研拟国内的规范标准 接着李治华当者家台北报导 许多人进了台北车站 都觉得像是到了一个大迷宫 台铁最近就自行开发一个导航APP 预计在五月可以上线 一进车站就先看地图 但看来看去 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走 台北车站常常被民众 说是一个大迷宫 为了改善这个问题 台铁自行开发扩增实境导览 APP只要下载到手机里 然后找到这种地贴就可以用 他跟你讲要往右 往右我们就跟着这个 这个箭头往前走 全车站现在有一百个地贴 用手机扫描就会出现箭头 指引民众沿着地贴走 走到目的地 可以去台铁高铁捷运搭车 或是选择地下街大门 连停车场的厕所都找得到 有中阴两种版本 台铁还在做最后的测试 预计五月中之前会开放免费下载 反正现在大家都有手机 所以掃描一下就可以知道方向 应该还不错 最好可以有语音导航 我觉得可能对一些老年人 或是一些特殊的族群 可能会更有用 目前台北车站导航APP 并没有语音 台铁表示可能要等到 下个版本再增加 另外使用的范围 也只有一楼及地下一楼 不包括台北捷运站内的区域 台铁表示如果民众使用状况不错 将会跟台北捷运公司讨论 是否扩增到捷运站内 记者林正午郭俊玲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